政府又說自己不眠不休 它的確是做了不少事 自從武漢出現肺炎 衛生部門已經把這個疾病等到法例 但是整體政府的配合 譬如要草擬法例規定一些東西 要找隔離、防疫的中心 安排足夠的人手、確保口罩供應 這些就是落後於形勢 變成我們買口罩都買不遲 別人已經買了 澳門的情況簡單很多 人口簡單很多 沒有那麼多反對聲音 其實它也沒有關閉任何陸地的口岸 唯一的分別就是疫情一爆發 當時賀特首就在澳門 他馬上出來說 他說的東西是簡單易明白和市民接受 很可惜我們的特首又去了瑞士 當然他也認為他有很重要的任務 要去參加國際會議 但他遲了回來親自出鏡 就被人覺得好像香港沒有那麼關心 也沒有那麼快捷和果斷 這個也是有些積累的問題 因為去年的反修禮風波 已經有不少市民覺得政府 你軟又不是硬又不是這樣拖下去 才會怎樣的 已經給人的印象是不夠果斷 和反應不夠快捷 所以累積起來 觀感是差了的 澳門沒有全面封關的呼聲 你看澳門和珠海這麼近 它只有十個個案 是不是全面封關這麼有效呢 新加坡給我們一組 就說不准內地嚇禮 新加坡也給我們更多個案 所以要控制疫情的擴散 就不是純粹交通關 全面封關的 而且如果你說全面封關 你口號式這樣說就不一樣 如果你說機場也封閉不可行 我們甚至和內地的關係非常密切 你看一下 在封閉很多口岸之前 每天是十幾二十萬人出入 港人也十幾萬人 有很多人因為工作 家庭或者其他需要 是需要經常過關 所以政府也要考慮 如何處理問題 但目前它已經是 陸地口岸只剩下兩個 就是大橋和深圳灣 我看最新的數字 人流剩下幾百 即是那些必要過關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對醫生來說 當然是越沒有人出入越好 人人都在家裡 不要吃火鍋 不要看電影 這樣就最好 但事實上 第一 真的很多人需要經常出入 我們要考慮對他們的影響 第二 其實政府已經在上個月 先關閉了六個口岸 政府的反應好像世衛和新加坡一樣 根據疫情的發展 來提高級別 因為現在已經根本是實際上等同全面封關 我想這個問題也不需要再側吐 這些與官員有機 有需要去內地 人數是少的 其他要出入內地上班 家人在內地上班 甚至醫學上有需要的人是多很多 所以這個相信絕對不是一個關鍵的考慮 這是不理想的 賀特首都指出 我們這麼近都應該為你停了 他沒有通道 現在靠港珠澳大橋 甚至有些外國國家 澳洲都跟我說 你們不要關閉機場 我們通往亞洲區 澳洲的飛機駁過來 本來一個星期好像百多班 你們是我們重要的樞紐 很多事情要跟鄰近的夥伴打招呼 所以絕對不是說 我大了 我要關就關這麼簡單 軍營要中央軍委同意 政府應該首先要考慮 又不是別的設施 因為香港其實也沒有其他可能 我覺得檢疫中心 目前政府考慮的可能問題不太大 姚中央文化中心應該不太大問題 它是山上的 那些晉陽村 我沒有去看過 它還有其他考慮 是迪士尼 那三間酒店現在停業 迪士尼旁邊 竹高灣 我也提過 我公開提過 陳凡說可以搭祖含屋 可以盡快搭祖含屋 在竹高灣 另外也有人說 那條船 世界夢想的船 當然很多人說 郵輪是不會租給你的 它已經有了客戶 租給你怎麼可以 用了一次沒有人敢用 但不要忘記 這個郵輪已經有人 有些人感染了 它都要消毒了 已經停了 也有人說 可不可以用這個郵輪呢 醫學角度就有不停的說法 有人就說 那些通風系統不好 會傳染 有人就說 不是可以用海景房 其實那條郵輪 都有不少的房間 所以其實在你未想用軍營之前 你還有很多考慮 我認為竹高灣值得去探討 那裡離開民居的 60公頃 凡哥說可以搭祖含屋 那就快點搭吧 警察已經在幫忙 警察已經在幫忙 你知道現在每天還有堵路 示威那些警察都要做事 警察動用的人手都會幫政府 這個政府要考慮 我們去年 不要說出現傳染病 去年因為反修例風波影響經濟 我們已經提 可不可以暫緩余繳稅 噴遲交稅 那時候政府萬金說不行 但你看現在銀行都說 可以只是還息不還本 銀行內地都是 到處都是reschedule 政府應該考慮 稅那裡安排怎麼應該考慮 容可欣提過 特首是沒有反應的 當然說如果是減薪 純粹是消氣的 因為減又不減得很多 十幾個官員 二十幾官員減起來 都不是省那麼多錢 不是錢的問題 是負責問責的問題 那時候董建華特首試過 是減10%的 這些當日行政長官是沒有回應的 那我可以再提 他好像差不多說 我們每天都很勤力為你做事 那時候就哭了 沒有 我覺得他近來OK 第一 我想林靜財醫生 見他多過我 因為他是醫生 如果特首有甚麼健康問題 都不會請教我 是吧 可以說是 因反修例有大遊行之後 看到特首是有些打擊的 但近來我覺得他都恢復了 體力上是支持到的 有些打擊的問題 派消費券 本地消費券 好過派錢 因為如果你說派消費券 給零售飲食旅行 你只是注資這些行業 這些是重災區 你錢未必花 你可以收起來 可以溫哥華飛回來拿走 你可以去日本使用它 但本地消費券 就是確保這些錢 一定會在這些行業 也一定有幫助 因為如果政府決定做 如果每人一萬 本地消費券 是要六百多億的 他怎樣都要做一個系統 這個不難的 因為以前做過 你不跟四千元倒閉 你是以前曾俊華的六千元直接派 以前有一個系統 他那個系統改少少就可以 可能成立這個系統 兩三個月 一定比執留更快 你希望兩三個月後 疫情減退 那些人就會出來消費 也有些人會說 如果疫情減退 我自動出來消費 有些人是 沒有忘記 有些人可能已經失業 有些人的收入大減 如果你給他錢 就能幫助市民 也能幫助飲食業 零售業和旅遊業 我想他 我們上個星期又去見過他 叫他認真考慮本地消費券 他表示是看執行的問題 我想他原先的預算案都已經 步伐大亂 多了這件事 不是以前的預算 雖然他預算是赤字預算 赤字會大很多 是吧 我想他現在正在計算 不用擔心 那些國際貨幣基金 說你不穩健 因為任志剛所說 以我們的財政實力 我們可以負擔 大概GDP2-3%的財政 即是去到900億都沒問題